又是那一句 希望大家如果盡量的话 就看广告 因为广告是对我们这个频道 这个营运是一个很大的帮助的 如果广告开始的时候 不要紧要是你可以去洗手间 或者洗碗咖啡 就能游戴 因为对我们频道的营运 是有一定的鼓励的 OK 现在就正式去片 下雪了 终于都下雪了 这个是我的花圆 如果大家应该看过我的舊片 都知道这个是我花圆 我很多雪了 但开始溶雪了 大家知不知道 我今早下雪下得很大 我现在弄一些脚印给大家看一下 这些是原本草地 原本来的 英国不同地区下雪的时间会有差别 有些提早了几个星期前 苏格兰那边已经下雪了 曼城那边 不知道早了十日八日前 已经下雪了 Birmingham 也好像早几日前 伦敦就好像迟了一些 但终于今早下雪了 今天星期日了 我今早睡醒已经下雪了 现在已经开始有少少溶 因为它不够冰 不够冰的时候 那些雪会开始溶解 我走到花圆的盡头给大家看一下 我记得有一年是下得比较远的 连续下了整个星期的 可能都有两三年前的事 你看看 雪踩到开始扁了 开始 基本上雪一扁的话是很滑脚的 大家如果遇到这些情况 走路的时候小心点 还有那对鞋最好不要穿波鞋 因为波鞋在这个情况下很滑脚的 大家的鞋底必须要凹凸凸凸凸的 那就好一点 会多一些抓力 抓住地下 就没有这么容易滑脚的 现在滑脚的 达到地下可大可小的 大家要留意一下 這個公園是有雪的,雪不算很厚 因為倫敦始終落雪量不會太多 它不像蘇格蘭那些落得那麼厲害 總算是今年第一次落雪 我們離開這裡兩分鐘,從家走過來 其實這個公園,我們去年也來過這裡看櫻花 現在來看雪 現在來看雪,倫敦真的很少落雪 很少,其實一年都是一兩天左右 是啊,最久試過有一次落雪,倫敦落整個星期 這樣才開始融化 但今天也不會長得很久 有時候它一月落雪,到三月又會落一次雪 哇! 踩落雪,很特別,這是草地 很可愛 是啊,其實是草地,大家看到嗎? 很可愛 是啊,那些雪都有兩吋厚,你看 很厚 哇,兩吋厚 一吋半至兩吋厚 OK 如果它繼續落雪,會很厚 哇,你看那裡有人砌雪球 那我離遠走過去,因為現在肺炎期間不適宜走那麼近 我們在後面,那裡有一群人在砌雪人 Krissy 是啊,你看到已經砌了一半,一搭二搭 哈哈 一搭二搭的雪人 是啊,因為現在還是封城期間 在附近的家,不要那麼遠 在附近那些地方逛逛是OK的 它是准你出來散步 政府是准你這樣做的 那些人在砌雪人 那大家很有規矩,就保持距離 大家與大家之間保持一個挺遠的距離 那這樣東西不錯,大家都很有責任 是啊,這個後面也有雪人 看到它有個紅蘿蔔做個鼻子 哈哈,有兩個番茄做對眼 OK 然後呢,哇,這個很高 你看,比我高高 看到嗎? 嘩 嘩 不知道這個組出來的 哈哈 有兩隻手,那個樹枝 哦,這個是最大的 最大的了 然後這裡有一張椅子 好像有人坐過上去 OK,我當然不會坐上去 對吧 弄了一張椅子出來 有人放狗 好啊 不怕冷的 這隻狗 不怕冷的 很可愛 它不怕冷的 這隻是什麼狗 請問大家 不知道是不是蟲鼠狗 我不懂的,不好意思 不過它的樣子很像 有人放狗 好啊 哈哈 大家保持距離都挺遠的 要啊 是啊 大家都非常之有這個責任心 大家離得很遠的 不多人啊 這個公園 一些人都不多 不多人 是啊,其實很多人都 今早可能早了來了 我們現在大概兩三點左右 下午 好啊 我是屬於硬 心力出來 硬出來又硬出來的好 沒有那麼多人 對吧 這裡可以踩滑板的 多棒啊 如果好天的時候可以踩滑板 就這樣 然後同一部分 多棒啊 這樣衝上去 滑線的 好快 是啊 哇,有人玩這個四驅車 哇 好快啊 這位黑人哥哥在玩四驅車 好快啊 好了,我們散完步了 現在要回家了 我們出來大概半個小時左右 我們走回家 真的兩分鐘至三分鐘左右 因為現在有雪 大家都看到了 所以走的時候 原本是兩三分鐘的路程 就變成走了可能是十分鐘 哪有那麼久啊 那你當它五至十分鐘 因為為什麼呢 凡是有雪 不要走那麼快 當然要慢一點 要慢一點的 要不然會滑倒的 一滑倒落地的時候 你用手去按 很容易會斷手的 因為以前我聽過有不少故事 在雪上高走的時候 不小心滑倒 那雪就很硬的 那人就用手去按 就弄傷了手 真的有這樣的事發生過 多數都是老人家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這條影片 記得按個讚給我們 還有分享這條影片 還未訂閱的話 記得訂閱 還有按旁邊的鈴鐺 你會收到我們每一條影片的通知 如果還未追蹤我們的Miv page 記得追蹤我們的Miv page 還有追蹤我們的Instagram 好多謝大家收看 還有有甚麼想問 可以留言給我們 我們下次做個Q&A 是的 我們下次做個Q&A 好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見 Thank you Bye Bye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